錢多就不用被導演罵 我最多不做 即是打工流工 那為甚麼會弄到一個康字出來 我想取他不明 我回池海 一回到一個康字就康 不是多多個屎字 不是給魏屎 我在魏先生的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沒有限制的 我們天冷地不不都說 如果是有限制的話 就不是朋友 我們是父子和兒不同 女人或愛情 是一件太奢侈的東西 魏康他這麼有趣 70歲 現在是好玩到極點 我想我們不需要小孩 只當他就是我們的小孩 香港人多親戚 我是美國偏向人來訪問我 我出生在上海 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母親是標準的家庭主婦 父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 真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 距離50年代 因為事故變返 來到香港 我留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做過很多東西 又耕田 又經常做過相當多東西 1957年我又來到香港 來到香港之後 自己又沒有學歷 又沒有其他本事 看來看去好像沒甚麼其他東西可以做 然後看報紙雜誌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 布裝上那些小說的三文雜物 我都可以懂得寫的 所以我們開始投稿 投稿由報官採用了之後 其中有一間報官就請我上去做職業 然後我一直做職業 一直寫小說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生活體驗對寫作 當然有幫助 但是小說創作 始終是一種想像的藝術 有沒有生活經驗都不太重要 好像為私理這個筆名 原來是這樣的 我怕是經過大坑 有個為私理村 我第一次寫的電影給我不懂得寫 是 中華社導演說 你寫吧, 寫吧, 沒問題 我就寫吧 寫完之後 他說藝衡, 要改一下子 他很不好意思跟我說 他說我自己不改 你就叫他改吧 他改下來, 我一看 完全不同了 剩下五個字是我 我讀秘多, 危康 李美鳳, 你認識嗎?危康 是啊, 每個人都說他眼睛有電 那我罵你罵你罵 李美鳳, 你也說他不能過電 不是那麼漂亮 你認為哪些女人是最漂亮 我沒有說他不過… 我沒有說他不漂亮 我說他很漂亮 他漂亮是沒用的 他跟我不過電, 就是沒用了 我第一次去拍戲 他說要叫我做一個搬追的嫖行 我去到你有一支很漂亮的白眼地方 今天要你半醉 我喝過一支酒 一支酒下去就半醉 演得非常好滑 你的英字都沒有, 大家都很滿意 第二次去到 他說今天我演什麼? 導演, 今天你演全醉的嫖行 給你多少瓶? 兩支 李先生賣位了 全醉了, 趴在路面 那怎麼辦? 當晚有兩個報紙記者在處的 李先生, 你昨天不妥 你亂來一通 我說坐嫖, 客人亂來一通 沒所謂 好演技 不要人家說我演技不好 我真的醉了 你問這個問題 根本你認定偷情是一種罪惡行為 那我認為是這樣的問題 因為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我不認為這是罪惡行為 因為你娶到你老婆 你應該對你老婆專一 你怎麼又可以跟別的女人 你不知道, 男人是一種紅性動物 所有紅性動物都是一個紅性動物 都種多瘋性動物 當時沒有社會 都是一個女人很多男人 沒有, 絕對沒有 我就不是了 我告訴你 那你白活了 我從你都沒試過 肥肥, 你白活了這麼多 我不覺得我白活 我覺得我活得很有意義 我不對得起自己 我為什麼要移民你來聽她說 她喝完時間 那天大家聊天 她探場探場 她說我們在一起 最開心的時候 就是兩個人租人的房間 天然到四面膚線都沒辦法 我覺得很容易 因為你覺得這樣 最快樂的我們再去 兩個人身為所 她說在香港, 你怎麼只有 這麼多女人 那我說就走吧 你去賣移民吧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她移民辦得這麼快 她知道她們兩個人 這個就是芽蒹康的家 是否像一個多士爐 很神經 聾… 購高榴槟 二十多呎 很想幾呎 這是誰的照片 這是誰的照片 有這雙是 出彩成仙裡最難的魚 這個就是… 這間唯有一個地方看到金門橋 對,很估計 在某種程式時就可以看到它了 抬頭見大橋, 低頭見小鳥 你幹甚麼 怕胖, 每晚多點男人 吃洋蔥不用洗, 這是秘訣 為何你不吃生的蘋果 要吃生的洋蔥呢 因為我不明白, 大哥 平坦嗎 平坦一點 我平坦一點, 我不太知道 挺快… 手拿不到, 手拿不到 這條鞋子很喜歡上牛, 很不快 這個叫做得好 救你 要感謝你, 蔡蘭 不要說… 謝謝你 不是… 我不知道多想來… 跟雞胖倒打, 不知道有多少人 這個人… 真是開笑, 沒人多謝我 誰說多謝你 我們感謝你, 因為是他的家 還有所有的報警 他浪費了很多年的心願 逐漫都是傻出來了 藝陸康, 現在你在做甚麼 其實在做甚麼 我甚麼都做 我甚麼都做, 很忙 怎樣忙 我數給你聽 買菜、煮飯、掃地、倒垃圾 種花、養魚、看書、聽音樂 看錄影帶 一人 對著電腦 是 一二十四處市場夠用 還要睡覺, 還要發呆兜 對著電腦 你這樣說是… 當時你在香港沒有做那麼多事 沒有做那麼多事 多做過… 多做多寫稿而已 多做過很多 香港那次忍走忍得多 時間已經多了 是… 現在忽然間忍走的配額 用完了, 不能忍走 你也戒了嗎 不是戒了, 我忍走配額用完了 為何忽然這樣 甚麼叫配額用完 一個人一生當中 讓你忍多少酒有定數 我用完這個定數 所以我一旦走忍下去 我臉紅耳尺 就像弟弟一樣, 沒了酒量 我有聽過那件東西 有配額, 有定數 那種配額更加用完 更加… 更加用完 我用完很多配額 連那些也用完 我就是你吃東西的配額都用完 忍了氣就沒有配額 人生多了, 痛苦的配額 早就用完 快樂的配額, 剩下那麼多 也不給我們更多的配額 人生的 人生的配額很多 對 用完都用不了 快樂少了 所以老虎也要用 不是一定的嗎 不是一定的 我跟你們的意見 我覺得人生沒有痛苦 只有快樂 這個人早就… 天生出來沒有 你痛苦和快樂 沒有東西放在這裡讓你看 你自己的腦部活動的感覺 對 你為何要去感覺痛苦 不感覺快樂 任何事都可以感覺快樂 不感覺痛苦 對, 這個對… 現在香港人經常說 說錢不是萬能 沒有了, 萬萬不能 對… 有他那麼多能 智偉經常說這些 我覺得不是 沒有錢其實也能 看你撐過而已 對, 因為… 但我當時很沒錢 是真的沒錢 那我就不會說 我照樣是去全香港最糟糕的 走來吃東西, 不用刷刷而已 根本我不會 遲些玩吧 當我起初結婚時 兩夫妻一碗叉燒飯 她要飽了, 我不飽 輸在身邊 連一張一碗紙也沒有 只剩下豪紙 那怎麼辦 那便要一碗飯加醬 加醬 加醬也可以 俊男大帽子 俊男大帽子就是兩豪紙 俊男大帽子 還有五、六號出門口 一元那些雞蛋仔餅 買十幾隻當甜品 是 兩號子電車回去 明天兩號子電車出來 再找一個人 是… 你有甚麼所謂 她說無論如何都好 你賺到錢 一定一半要給太太 要給她送 那一半, 我覺得很厲害 不要理我了 她就是這樣的人 但另外一個問題 你生病, 手不甩 生病, 生病就可不甩 生病也當是年齡 雖然生病 也看你精神看得開… 那就是賣感覺的問題 對 精神看得開的人 生病也無所謂 萬一有病的話 是否選擇死呢 當然選擇死, 絕對選擇死 絕對是 豪無疑問選擇死 如果生病和死要選擇 不, 我沒那麼笨 為甚麼 大哥, 因為我貪生 如果生病和死 當然是不會比病好 會也會比病好 你餓幾天就好, 有甚麼所謂 對 你真誇張 真的嗎 你無法疏風, 你就死了 真的嗎 所以我說, 雙風不是病 雙風不是病嗎 雙風是病 雙風也是病 那你不會死的 如果不會死的 就是我們已經捱那些 雙風每人都捱了 沒有人是雙風死的 加上癌症就死了 說回那個公平的故事 是… 就是個該人 死就一定是公平的 是 最公平… 死就最公平的 是 但他有一個描述 不是我的描述 我最近的小說 每個主角說死就最公平 所有人都要死 是 有一群有錢人 大表反對 頂公平, 我都說有錢 這麼成功, 我也要死 為何不公平 拍桌子撈 你這麼窮, 你黑夜都死 我也要死, 為何頂公平 我人上人來 為何我一定要死 我不肯死, 他說 所以… 同同人賣命 所以是觀點與角度 但他們覺得不公平 我們覺得公平 我也覺得不公平 為何他會死 我也覺得公平 因為我不是那些大富大貴 死是最公平的 我以前覺得時間公平 時間發覺後來也發覺不公平 有些人是很厲害的 是真的可以超越時間 比你擔心 大哥, 死都很久 我們現在都看著他 看完他的東西之後 不敢殺塵 哎呀, 很可憐 大哥, 說本來好像… 是… 本來好像… 是… 本來好像… 他都可以超越時間 死真的沒辦法超越 真的這件事最公平 回到香港 每天都這麼忙 很不習慣 這一天, 他又應邀為一間 動物中醫館展彩 一見到老友 立刻鬼馬一回 給你60磅 哇, 這些東西真是… 這麼緊張 我穿著黑衫遮住土地 危康很快便會回美國 有很多人都不捨得他 對呀 可能會真的來的 因為香港這麼好玩 是吧 是啊 那其實你喜歡哪邊多些呢 我喜歡… 我沒有所謂 很適應環境的 兩邊都一樣可以住的 不過我見到所有的人 個個都叫我回來住的 奇怪 無論適宇不疑我去 又放買東西 火機又叫我回來住 坐著司機大哥又叫我回來住 是啊 因為我說他那個人 是看甚麼都看得很痛 所以他看生死都看得很痛 死不怕, 不要折磨我 對, 這個就是病痛就不好 所以他…他不怕死 因為這個人通達了 那個恐懼的心理就… 你都會感覺到他沒甚麼恐懼 他就走就走 總之人都是走這條路的 這個是…其實對我也有啟發 瀟灑, 還有不顧世俗的事 小節、細節, 完全不管 是你的, 想說甚麼就說 但是他也教我 想說甚麼就說, 很辛苦 最好就是不想說的話 不說, 比較容易 謝謝你